这个手绞画得也太好了 这个画得很一般 温柔 这是我前几天出差 在当地买的特色的手工饰品 送给你们姐妹俩 爸爸送的我都喜欢 好巧啊 前两天我爸也送了柔柔一集饰品 是吗 好 坐吧 谢谢他 快试试 善良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管理人员 什么管理人员呀 人家善良啊 是婚恋公司的总裁 那你父母是做什么 我爸爸刚退休 然后他在山上住 家族企业 这亲家之前也是总裁 亲家有福啊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休 好好地想想亲父 我们信心已经很优秀了啊 好看 那我去一趟洗手间 哦 去吧 老婆你还好吗 老婆 来了 我没事啊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看你不太对劲 就跟上来了 哦 我早上吃太多了 我肚子不太舒服 老婆 这是你的房间啊 老婆 你的房间布置得好温馨啊 果然是我喜欢的风格 是吗 老婆 那些书都是你看的吗 也是我喜欢的 没想到你的兴趣爱好 这么广泛 是吗 是吗 老婆 这些都是你亲手画的吗 真的很有意境 一看就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我能不能带走一封 挂在咱们家墙上 应该 是不能吧 这个手画画得也太好了 这个画得很一番 画不是很好看吗 带走呗 挂在咱们卧室 咱们家卧室不适合挂画 看那几本书 你不是喜欢吗 不用了 那些书我都看过了 而且我怎么觉得这个房间 有股怪吧 我不喜欢 还是到你的房间看看吧 这里才是我房间 这间屋子没有阳光 婚宴的环境 适合创作 所以你的设计稿 画得比温馨要好 这间屋子也没有摆设 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摆设 摆给别人看呢 这里也没有你喜欢的书 看书多了容易变成书呆子 不过 你的房间怎么变成这样啊 结婚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这间房间随便他们处置 原来是这样 走吧 吃饭